我是降临天灾来袭 为了找到更多的人来守护我已打造好的室外桃源 于是我来到官方安全基地外的难民堆里 看看能不能找到我之前的那些失联已久的老邻居们 经过一番打听后都没有见过他们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 竟然是二道贩子田超 之前在周成的时候和他有过合作 老板 真的是你啊 你还活着呀 简直太好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大地震发生之前 上头就组织群众撤离 我带着旧老爷走得最早 后来发生地震 周成化为废墟 为了活命 我们只能徒步跑到这里求生 当时这里的情况也很糟糕 人满为患 无数的难民挤在基地门口 吵着要进入基地 我旧老爷凭借着老中医的身份 很顺利地进入基地 在医院工作 我因为交不起粮食 只能逗留在这难民堆里 你旧老爷种过中药材吗 种过呀 我旧老爷原先有个后院 专门用来种植中草药 太好了 如果能将他旧老爷拉到我的室外桃源的话 那不但可以帮我给人看病 还能种植中药材 简直是个活宝啊 我在别处有一个室外桃源 物资齐全 环境比这里好百倍 但是很缺医生 你帮我问问你旧老爷 我用最高待遇请他去 老板 我能去吗 当然可以 我那边正确人手 随后 田超立刻行动了起来 跑去了基地医院 我则来到了白大爷家 只见白大爷在那里来回夺步 老李 老江也都在 小梦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白大爷把我带到窗前 只见破败的巷子里 密密麻麻的占了一百多号人 之前你不是说 让我们找几个值得信任的战友 跟你一起前往室外桃源吗 然后我们三个就分头行动 准备各自去找三两个好友 结果一不小心就把事传开了 于是一下子就多了一百多号人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我问你们 这些人的人品怎么样 这个没问题 都是本分人 你来之前所有当家人 就凑在一起保证过 谁要是拖后腿 甚至不干人事 直接将全家撵到野外自生自命 绝无怨言 而且有不少是医护退休人员 那就好 都是本分人 又有退休医护人员 这是给我的基地添砖加瓦呀 就在这时 白大爷在基地任职高层的儿子回来了 白副司令 我那边种得出粮食 这次又请到了一位 擅长种植中草药的老中医 相信不久之后 就能收获第一批中草药 你们基地缺的 我那边都有 我愿意拿出一部分的粮食 和中草药跟基地长期做交易 但问题是 一趟趟的空运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燃油 走海路吧 我那的难民匪徒实在太多了 很难把物资安全运到海边 你铺垫了这么多 到底想说什么 借我十个兵 专门负责物资在陆地的运输安全 行 没问题 随后 我先开着直升机来到了海边 我从空间取出一艘大渔船 白大爷一群人 则在基地的安排下坐车来到海边 其中有田超和他的旧老爷 随后 一百多号人有序地上船 我再说一次 在海上不管遇到什么人 都不准停船施救 一旦情况不对 立即开枪 白大爷等人坐直升机往目的地飞去 大渔船也跟着出发 三个多小时后 直升机就到达了目的地 由于渔船速度比较慢 估计到达陆地得十几个小时后 小莫 等船上的人来了 你打算怎么安排 您老觉得呢 成年人一律住在山下 不管是开荒还是管理难民 都需要他们去坐 行 就这么安排 十五个小时后 大渔船终于出现在了岸边 我用直升机在海上和营地之间来回飞 一趟又一趟将船上的人全部接走 等做完这一切后 我将渔船收进了空间 来到了山脚下 看见一百多号人站在一起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惊 白大爷已经安排好了 虽然成年人不能住在山上 但这里的土地能种出庄稼 温饱不成问题 现在外面的那些难民离这里越来越近 当务之急 就是要安装电网 划出禁区 再安排人轮流值守 接下来 要大干一场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